哈喽大家好,好久都没有跟大家说HSK4的词汇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HSK第四课第四课的词汇讲解 然后第四课课文的名字呢叫不要太着急赚钱 那今天呢我想采用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方式 就是在我视频里面出现的所有词汇的例句 我都会用图片的形式展现在视频里面 那么在图片上呢你们可以看到拼音 看到汉字以及这一个例句的英文翻译 我觉得这样对你们来说可能方便一点 不需要去看很小的字幕 那在我今天视频的下方呢 你们也可以找到Patreon的连接 在那里呢你们可以发现一个PDF文件 那在这个文件里面呢我收集了在今天视频里面所有的例句 帮助大家在其他的时间学习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第四课的词汇讲解吧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说的词汇呢是别提了 其实别提了它不是一个词汇 它是一个句子 那在我们第一个对话里面呢 有人问起小李的新工作 但是小李觉得他的新工作没有以前的工作好 所以呢他说别提了 那我们经常可以用在句子的开头 意思呢就是说 别人问起的事情呢 跟你希望的不一样 或者呢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比如说在课文里面 就是小李的新工作呢 没有达到小李期望的那样 没有以前的工作好 所以呢小李会跟别人说 啊别提了 就是小李不愿意多说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结果并不好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人问我 你的法语考试怎么样 那如果我觉得考的不理想 或者没有通过 那我就可以说 别提了 考杂了 考杂了是一个很口语的用法 意思呢就是没有考好 考得很不好 别提了用在句子的开头 还可以表示 说话的人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通常呢是因为这个话题有些烦人 或者让人觉得不愉快 我们来看几个例句 别提了 关于这个问题 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别提了 我真的不想再听到 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了 别提了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 放在现在的事情上 别提了 我不想再回忆过去的事情了 第二个想要跟大家解释的词语呢 是以为 那你们可以把以为和认为 放在一起来学习 那大家都知道 认为的后面呢 跟的是一个看法 一个判断 但是以为后面跟的呢 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判断 并且你已经知道他是错误的了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认为他三十多岁 那是我根据他的外表 来判断的 他三十多岁 但是如果我说 他 我以为他三十多岁 其实他已经四十二岁了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以为后面跟的是错误的信息 他不是三十多岁 而是四十二岁了 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句 他以为今天是星期五 但实际上今天是星期四 我以为他已经回家了 没想到他还在办公室 后面要跟大家讲的 这一个字呢 是一个量词 也是非常常用的量词 是份 那我们可以说 一份工作 一份外卖 一份报纸 一份文件 一份礼物 再跟大家讲一个副词 完全 完全呢 你可以这样用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否定形式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完全否定 意思就是说 我一点都不明白你的意思 再举个例子 我完全适应了 在加拿大的生活 他的否定句 我完全不适应 在加拿大的生活 就是 我一点都不适应 所以呢 我想回国了 下一个词语 调查 在我们的课文里面呢 调查是一个名字 王经理说 这份调查 还需要多久才能完成 大家发现了吗 前面我们说过一个量词份 我们还可以说 一份调查 我需要做一份调查 来了解市场需求 那调查呢 还可以做动词 比如说 老师要求我们 在课堂上 进行一项调查 来调查同学们的兴趣爱好 这个句子里面呢 有两个调查 大家来想一想 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对了 第一个是名词 一项调查 第二个呢 是动词 调查同学们的兴趣爱好 你还可以说 学生们正在调查 有关气候变化的数据 或者 我将会在明天开始 调查我们的客户需求 好 我们接着说下一个词语 原来 那原来在我们课文里呢 用的用法是形容词的用法 那我们之前讲过一个词语 叫本来 其实这两个词语呢 意思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哪些地方可以用原来 哪些地方可以用本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先举一个例子 我原来的计划是先去上海 然后再去北京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本来来代替原来 我本来的计划是先去上海 然后再去北京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我原来的想法是 让小王去做这个调查 同样的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用本来来代替 我本来的想法是 让小王去做这个调查 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 原来的房间有点吵 所以我换房间了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可以用本来来代替原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房间是一个具体名词 我们在具体名词的前面呢 只能用原来 不能用本来 我们再来看看之前的两个例句 我原来的计划 我原来的想法 计划和想法都不是具体的物件 具体的一个名词 一个具体名词 都是抽象的 所以呢 在抽象名词的前面 我们既可以用原来 也可以用本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只能用原来的 原来的桌子太小了 所以我买了一张大的 桌子也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所以呢 在这儿 我们只能用原来 原来还有一个非常常用的用法 就是做副词 表示你知道了 以前不知道的情况 那有可能你们已经听到过 有就是中国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样一句话 叫原来是这样啊 那意思呢 就是你突然知道了 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说公司的小王呢 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来上班了 你觉得很好奇是什么原因呢 小李告诉你 原来呢 小王生病住院了 所以他不能来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说 原来是这样啊 就是你知道了 以前你不知道 小王他生病了 现在你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不能来公司上班了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例句 原来是塑料花 我还以为是真花呢 你之前不知道是塑料花 所以你以为是真花 看这里就是可以用以为这个词 现在呢 你突然知道了 所以你说原来是塑料花 以为和原来呢 其实是可以连用的 比如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以为他三十多岁 原来他已经四十五岁了 就是你突然知道了真实的情况 他的真实年纪四十五岁 我们还可以说 我以为我们的会议是星期五 原来是今天啊 你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是今天开会 下一个词语 计划 这个词语呢 既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 那他在做名词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计划 为了通过 HSK4的考试 我需要制定一个计划 make a plan 我们说制定一个计划 做动词的时候呢 你可以讲 我计划今年七月回中国一趟 然后在年底的时候 去墨西哥旅行 你们一定也听说过 另外一个词叫打算 那打算和计划呢 其实意思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经常可以互换使用 那如果一定要说 有区别的话呢 就是打算 它是一个念头 一个想法 它可以大 也可以小 那通常呢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完成 也没有具体的步骤 但是计划呢 就是 它可以表示一个 一个长期的 一个安排 一个打算 然后 通常呢 会有具体的安排 具体的步骤这样子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 细微的差别 下一个词 提前 新年要到了 我提前祝你新年快乐 为了提前完成工作 早点下班 我今天午饭也没有吃 明天你鼻钞预约的时间 是下午三点 但是你需要提前 至少15分钟到 下一个词 保证 保证呢 也是既可以做名词 又可以做动词 那它在做动词的时候呢 你可以参考下面的例句 这件事情 我保证能做好 我保证三点来接你 大学文凭不能保证 你能找到好的工作 有谁能保证 自己没有撒过谎 做名词 你可以讲 大学文凭 不是能找到好工作的保证 你的保证 没有任何意义 我已经不相信你了 下一个词语 提醒 跟保证一样 它也是既可以做名词 又可以做动词 那在做动词的时候呢 你可以讲 妈妈觉得我太瘦了 经常提醒我要多吃饭 这件事 要不是你提醒我 我就忘记了 她可能忘记了 今天下午的会议 你提醒她一下 她总是提醒自己 要有耐心 做名词的时候呢 你可以讲 谢谢你的提醒 不然我真的忘记了 好 今天最后一个字是乱 那在课文当中呢 乱它用在一个成语当中 叫手忙脚乱 这个成语也非常的常用 意思呢 就是说 遇到事情非常的慌张 非常的忙乱 不知道如何 如何是好 没有头绪 比如说 王先生要上班 要带孩子 又要照顾住院养病的太太 经常手忙脚乱的 明天一早就要出门了 现在先把需要的东西准备好 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看你手忙脚乱的样子 还是让别人来做吧 我们平时要努力学习 到考试时才不会手忙脚乱 那当然啦 乱也可以单独使用 它是一个形容词 你可以说 这个房间太乱了 你的办公桌太乱了 你应该整理一下 当然你 你也可以用在比较抽象的地方 比如说 我的脑子很乱 我需要静一静 这通常呢 是用在有很多事情发生 很多麻烦的事情 你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处理 还有在失恋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说 我的心很乱 心很乱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有很多的情绪 可能是伤心 可能是失望 也可能是感觉被伤害等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希望我的视频 能够更好的帮助你们 理解这些词语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也希望大家多多分享我的视频 给需要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